血汗醫療持續惡化臺灣醫療體系 醫護人力在新冠疫情之後 大量流失 上百名第一線醫療人員 在今天走上街頭爭取醫療的勞權 希望能夠補足人力 也提升薪資待遇 衛福部回應 在下個禮拜會找工會團體開會討論 也承諾未來每年開會兩到三次 傾聽基層的聲音 人力不足不過勞 抹上顏料化身人力不足過勞鬼 推出戶病比過勞列車 結合萬聖節氛圍 醫護人員半軌遊行 象徵醫療環境的沉重壓力 讓他們累到喘不過氣 再加上夜班費 或者是其他的績效獎金 才可以三萬多 南部有很多醫院的起薪是更低的 就可能甚至會比餐廳 徵儲吃的薪水還要低 我們要求說護理師要加薪 推陳出一個政策說 那我要幫夜班的護理師加薪 反而白班的護理師 小夜班的護理師 每一個人都跳腳說 為什麼會只有夜班護理師 政府祭出夜班金貼加碼 卻引發更大反彈 面對長久以來的低薪問題 還有超長工時 四百名醫護走上街頭捍衛勞權 不僅如此 今年健保點值更是來到時尚低點 根據健保署統計 以醫院的浮動點值觀察 今年第一劑是零點七六 第二劑再降到零點七四 被質疑如果高體票價 都不可能突然打折 為什麼醫療費用就可以 儘管衛福部緊急在 尤其前一天邀請二十一個工會團體 開會討論試圖滅火 也被點出沒有誠意 我們要遊行前兩天了 再緊急找我們來做協商 我覺得這個只是為了消弭 社會上對它的反面的觀感而已 遊行完之後我們會溝通 看看下個禮拜可不可以一起談一談 前到下週就會邀請 工會團體開會 盤點薪資人力兩大問題 也承諾會定期開會傾聽改善醫療環境 記者衛田葉林本安特莫抖 記者衛田葉林本安特莫抖